Hello 大家好 我是達斯米克太太 今天我們到中西新春的幾個景點逛逛 首先第一個景點到荷花池看美麗的荷花 位在神福路椰林大道兩側的荷花池 每年的5到7月荷花盛開 還貼心設計了景觀台方便遊客駐逐欣賞 第二個景點中興會堂小白宮 這個典雅又西津的白色建築屬於巴洛克斯風格 以前是神府集會招待貴賓的地方 現在已經沒有對外開放了 反而成為熱門的拍照地點 第三個景點巨大郵票牆 位於中興郵局的轉角 大約有兩層樓高的郵票牆 據說有300多張已經發行過的郵票 第四個景點 小新院 它的前身是新生豹中興新春辦事處 外型以相機膠捲底片 與相機觀景窗為設計理念 分為前後兩棟 前棟的一樓展示商品 是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 修哲蘭女士所設計 二樓則是修哲蘭女士的作品照片展覽室 後棟則是提供親食和喝茶的空間 再來就是張樹大盜 張樹大盜 最後一個景點是中興新春牌樓 有空的時候可以過來逛逛 謝謝觀賞 歡迎訂閱達斯米克頻道 謝謝觀賞 好 謝謝觀賞 正在嗎 我們休息下